我们看看今天的这样的一篇文章 现在很多人都会反映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十人九胃 就是十个人里边会有九个人胃不好 那么胃不好体现在哪里 首先一个我们看到这一个症状 胃胀 吃东西不消化 烧心 这个是总有人在直播间给我们反馈的 就是反正我就是不舒服 这种不舒服呢 产生了各个表面的一个胃的症状 还有一些人呢 伴有着一些其他的问题 什么疲劳 还有什么呢 怕冷 还有一个焦虑 刚刚在短视频里面我们也谈到了 其实你的胃肠功能不好 影响着你的全身 这恰恰是东方医学所强调的脾胃 为后天之本的一个核心的原则 来 在这里面 我们太多的人以前都是什么呢 以前有些什么 吃过胃药的人很多 包括以前的胃先忧呀 黏膜保护剂呀 现在包括什么马丁玲啊 还有一些什么的各种各种的这种胃药 我们家里边的都会有人吃过 那么 医生菌呢 也是几乎每个有胃病的人都会吃过 但是大家会发现 不是这么简单能够解决的 因为大家的这个胃病当中 来我们看看这个里面 它是很多原因混杂在一起 第一 胃部的慢性炎症 刚刚我们讲了 我们的这个植物神经的神经丛跟胃相关 还有一个这种慢性的粘膜性的炎症 还有胃壁 胃这块肌肉的整体炎症 还有第二条 就是非常重要的食物不耐受 对你胃的影响 还有一个菌群失调 自身免疫性疾病 还有什么呢 胃肠动力的紊乱 内脏的高敏感性 大家看到没有 是这么多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些领域当中 什么少吃辛辣 什么多运动 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要多去学习 要去多去学习抗炎自救 多去学习纯净生活的一些基本理念 甚至我们都会要求每个老师 给你们出具的是一套整体的方案 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彻底的解决大家的问题 不是说像马丁临一样 提出一个概念 胃动力 大家一听 好像我好理解 给我的胃增加动力 但是吃了这么多年 没有任何的作用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纯净生活 这个平台当中 学会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 能够真的去解决你们的问题 当然这要比吃两个药要复杂很多 因为你们的疾病本身 身体本身就是复杂的 来我们看到下面这句话 真正有用的方案 背后会有一个系统的认知 我们的讲课 就是要给你们建立起来一个系统的认知 能学会的人可能不多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 就是让大家懂得这种系统的认知 带来的康复的方案 第一个是什么呢 叫做抗炎饮食 抗炎饮食这里边提到了一句话 就是所有的消化问题都面临着什么呢 慢性炎症 而什么会造成慢性炎症 这里边谈到了一句话 糖和过度加工食品和你的过敏食品 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少吃精米白面 因为我们的到目前为止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所吃的精米白面当中 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蛋白质啊 其他的这种微量元素都是以糖为主 尤其是像粥 我们为什么非常反对胃病不好的人喝粥 就是因为粥就是一锅糖水 它没有什么别的营养物质 所以说还有一个零食类的过度加工食品 甚至包括外面买的面包啊等等 正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这些食物 会对我们的胃产生了一种炎症性的刺激 第三个来我们看这句话 是什么呢 过敏的食物 那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管住你们的餐桌 让大家在餐桌上要遵循着一些饮食原则 老师会给你提出一些要求 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我们还要做的是改变你们的肠道的菌群 健康的菌群是能够抗炎的 紊乱的菌群是能够促炎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方案都基于三点 第一要控制你的餐桌 这就是纯净生活的一个概念 让你减少炎症食物的摄入 比如说糖过度加工食品 还有什么呢 过敏的食品 所以说像什么蔬菜啊 杂粮类东西呢 我们不做限制 大家就随便去吃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懂得什么叫做杂粮 你不能买的一些根本就不是杂粮类的食物 还有一点 刚刚我们要建议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调整肠道的菌群结构 大量的补充益生菌 让健康的菌群去做抗炎 那么好 在这里面 食物中的诸多营养素起到调节炎症的作用 这就是抗炎自救的一个部分 我们要让大家去吃维生素D 去吃维生素A 去吃亚麻紫油 去吃各种的多酚 包括我们给大家集成了什么AKG 什么水飞剂 什么各种的护肾茶 护肝茶等等 为什么让你们都用起来 其实就是要让它整体型的 让身体能够把炎症指数的这种消除掉 那么好 大家看到这里面 来 这里面所谈的是什么呢 抗炎饮食的目的是什么 吃正确的食物 检测 减轻炎症 那么修复肠道 这里面有三个 避免发物 这里边的发物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食物不耐受 因为以前中国人所说的发物是什么呢 包括我们所说的什么乌鱼呀 等等等等的 那些都是民间的一些说法 就是这些发物 其实在我们民间的发现 就是有些时候你吃了 比如说像大闸蟹 你吃了就有事 我吃了就没事 大家是很难把它理解下来 现在的现代医学呢 给了他一个明确的一个验镜标准 就是食物不耐受 每一个人 就比如说我家狗 牛肉 羊肉 三文鱼 不能吃 好 你就不要给他吃 玉米不能吃 就不要给他吃 然后他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你就是对于我家狗来讲 玉米 牛肉 刚刚那几个检测标准 那就是他的发物 但是对于别的狗就不是 其实现代医学呢 跟传统医学一点都不矛盾 他只不过是把传统医学很多 大家摸摸呼呼看到的一些东西 更标准化 更精准化去理解 还有另外一条看到没有 避免发物 调整菌群 还有保证营养 这里边我们所谈到的 来 这里边所提到的一句话 小麦 鸡蛋 牛奶 大豆 酵母 是生活中最常见的 但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有发现 50%以上的肠益基综合症患者 对其中至少一种存在着过敏 所以说面条养胃 粥养胃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牛奶高营养也是非常错误的一种观点 所以说在这个里边我们会看到 在存在着肠道过敏的人群当中 有超过一半对小麦是过敏的 因为在烹饪小麦的过程当中 欧洲人的做法是什么呢 把它经过发酵之后做成面包 那么欧洲他们对于面条的使用 没有中国人这么大的喜爱 而且欧洲基本上对它是以深度 包括他们做披萨 也是把它发酵之后再使用 而中国人大多数对小麦 我们有一些吃法是什么呢 不经发酵去使用 那么比如说我们把它做成了面条 做成了饺子 或者说做成了一些其他的这种方式 就是未经发酵的 而发酵本身是对抗小麦过敏 非常重要的方式 而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买点面包 买点馒头就解决小麦的发酵问题了 其实不是 解决小麦的这个直酸的问题 两个方法 一个是什么高锅高压 一个是什么呢 真正意义上的用老肥深发酵 而我们大多数的所谓的发酵 只是停留在一个什么状态呢 停留在一个揉入一些空气 做了一些虚假的发酵处理 所以大家要要理解的是什么呢 看看下面这句话 许多人在排除让自己不耐受的食物后 能得到极大的环节 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 每个人都要给自己做三次的食物 不耐受 就是前一年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 2023年的4月份 你做了一次 那么过了半年之后 你做一次 到2024年的4月份 你再做一次 这就是我对我家狗采取的一种方式 那么经过了这三次的测定 就知道了你身体的一年的时间 你尝试的这种食物 带给你的身体的稳定性 就会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说像我家那条狗 今年的夏天又进了上海的 因为去年是在上海的这个风控期间 发现他身上有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 那么给他在风控结束之后 那么就是4月份 给他6月份 给他采取了一个食物不耐受检测呀 等等的一些基本方式 那么把这样的一些方式 因为把我们对健康的理解 也算拿他做了个实验 理解了之后 就会发现今年 上海也进入了梅雨季节 在这样的一个潮湿的环境当中 他的皮肤依然保持着 比较良好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就是要 剔除他的食物不耐受 减少内在炎症 对身体的影响 好 在这个里边 刚刚在短视频里边 也说到了一句话 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 人类除了吃叶子之外 要连根带梗一起吃掉 就是让人类要学会什么呢 学会在食器时代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饮食 因为我们到现在 我们的人类的这个肠胃道 我们的消化能力的进步 并没有提高 昨天我也跟我们一个员工聊天 就说起他的奶奶 活到了多少 他奶奶的妈妈 活到了多少 一百多岁 也就是说老年人 就是在中国 就是现在来讲八九十以上的生活当中 长寿的人会很多 而现在五六十四的人 长寿会变得很难 就是因为我们工业化食物 其实吃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说在这里面来 也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要什么 丰富菌群 这个是一个方向 还要呢 获得菌群产生的丁酸 就要需要非常多的膳食纤维 比如说蔬菜 水果 坚果种子等等 包括豆类和根茎类 在这里面 也包括了一些 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也就是说 我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彩虹餐 红乘黄绿 蓝电子的彩虹餐 这就是我们一直 在给大家强调的 就这句话 再给大家看看 我每天的餐桌上 这是我今天的餐桌 是不是在这个上面 你们就看到了 红黄蓝绿 就是红黄蓝绿蓝电子 一个完整的彩虹餐 紫色的 红色的 黄色的 绿色的 还有什么呢 身子 反正等等等等 各种样的一个食材 来共同组成了 我们的食物结构 而且这样的一个食物结构 大家会发现 在我家的餐桌上 都是以最简单的 远古的加工方式为主 蒸一蒸 煮一煮 在这里面 没有任何的 现代化的加工的痕迹 你会发现 每一条 我为什么吃这个东西 在这里面都会有着一个 非常科学的一个认知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这个里边谈完了抗炎的这种食物之外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给大家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结构 亚金安 亚金安是什么呢 是我们在SPD PQQ当中所主要推荐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成分 它也是来自于植物 来自于小麦胚芽 这个里边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能够对人类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抗衰老的程度 衰老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而我们只要是每天保持着 把抗衰老这种生活理念 纳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这些问题就都是可以得到解除的 还有一点 在中国一直在强调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呢 叫做人与天奇 什么叫人与天奇呢 或者叫人与天合 就是中国人特别讲究按照自然的规律去生活 但是我们的很多年轻人不屑一顾 就是觉得我白天睡觉 晚上不是一样吗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实现代医学已经有非常多的检验结果 就会发现是什么呢 你的进食区域超过12小时 那么早上7点钟吃了早餐 过了晚上7点钟你还在吃东西 它就会生病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大家的规律要求 不单单你会发现 它即使是吃得很健康也会生病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的饮食 我们给大家说过一句话叫做什么 叫做定时和定时 确定下来时间 确定下来食量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进食区间超过12小时 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进入一个微微饥饿的一个规律当中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 所以说提早吃晚饭 很多人都说我们都问我睡眠怎么解决 解决睡眠的一个基础要求 就是你7点钟之后什么都不许吃 只许喝水 这一点是必须做到的 你先把这一点做到之后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 它会自然解决 所以说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调养方案 来提高它的条件速度 好 大家看到没有这样的一句话 因为在抗炎生活当中 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方法 就是昼夜的一个节律 这里边所谈到了 见光与闭光 进食与进食 等等等等 因为我们自身的消化系统 本身就受着节律的调节 我跟大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知识点 我们的唾液 白天分泌唾液 来消化食物 晚上我们的口腔 分泌更多的是抗菌物质 这个是你必须要尊重的 你说我晚上10点钟以后 8点钟以后 我还要吃东西 你放心 你的口腔里边的唾液酶就不够 唾液酶不够 这个食物 它自身的 我们里边很多蛋白质的分解程度就不够 那么你的胃 的胃酸分泌量也是不够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会发现 要尊重这样的一个规律 白天12个小时吃饭 晚上12小时不能吃饭 那么在这个里面也谈到了 胃酸的分泌量不同 运动轨迹不同 还有一个 肠道细胞的增值 大家会发现没有 它的DNA的合成 主要是什么呢 在深夜完成 所以这下面也谈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我们看到 消化液的分泌 肠屏障的功能 和肝脏的代谢 都有着一个自己的规律性 所以我们不能去干扰它们 所以你会发现 你只要熬夜之后 你一定不太想吃饭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 大家都能够这种感受 就是我熬夜了 第二天我就没有食欲 其实在这个里边就和我们的退黑素的一些分泌 等等的密切相关 所以说 大家以前总是说像什么 脑白金曾经发表过一个文章 叫做脑白金席卷全球 就是说 常吃脑白金也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抗衰老的作用 其实大家不是说完全通过睡眠实现的 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抗氧化剂 那么 大家都以前会发现是什么呢 松果体素 就是我们脑子中边有一个叫松果体 现在医学发现 大量的这个退黑素 其实是分泌在我们的肠道 所以说大家在夜晚当中 能不能睡好和你的肠道 所分泌的结果 密切相关 大家看到这句话了没有 退黑素是一种睡眠激素 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激素 它的最多的分泌量 不在你的大脑里边 在你的肠道里边 一定要接受我们的观点 想要睡好觉 晚上七点钟之后 什么都不要吃 你们先做到这一点 然后当你们有决心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找我们的老师给你们修正整体的一个健康的方案 你就能够安安稳稳的进入到睡眠 你的胃 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 治病不难 但是你不要制造问题 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要去吃 你就不要去吃 就像我家狗一样 因为它听我的话 我不给它吃 我就不给它吃 那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它的不再会脱毛 不再会有皮眼反应 不再会眼睛里边留东西 那么对于一条法斗来讲 我能够延长它三到四年的寿命 那么对于人类来讲 那就是它能够 对于这条狗来讲 它能够活到一百多岁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值得我们庆幸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懂得 让你不吃的 你就不要去吃 因为我们是理解这个食物 对身体的危害 那么作为一条狗来讲 吃牛肉 吃羊肉 吃三文鱼 吃玉米 不是很正常的吗 但是你不适应 这个就是要理解 自己身体的一些问题 好 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 除了这样的一些 补充激素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刚刚我们也讲过了 错误的光照 会让免疫细胞迷路 这句话是怎么理解 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在很多人都产生了 一个错误的判断 就是曾经有一些人 跟我讲在疫情期间 说自己呢 想去方舱 做规范的治疗 其实我听着 都觉得挺可笑的 这句话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种光照环境之下 你的肠道屏障会受损 免疫屏障会受控 会带来诸多的问题 来我们看看这样一句话 中国人讲的一些疾病问题 叫做什么 叫做机保劳碌 什么叫做机保劳碌呢 那么我们的食管反流症 肠疫经综合症 炎症 肝病 癌症 都和介于昼夜节律 失衡相关 所以说上夜班 是一个对身体 非常严重的伤害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 日常生活当中 所解决不了的问题 好 这篇文章讲完了之后 来再给大家看 这样一个文章 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胃酸太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 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结果 为饭后反酸 大家会特别喜欢吃抑制胃酸的药物 那么实质上是什么呢 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所出现的是胃酸不足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看标题就能够提到 医生评价是什么 这不是胃酸过多 要关注什么呢 身体的炎症 来 他这里面做了些统计数字 统计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大家看到没有 上海人际医院陈胜良教授说 所有的人包括健康人 都有胃炎 胃粘膜慢性炎症 大家看到这句话了没有 所有的人包括健康人 胃病人群有80%以上 所以说大家不要因为这个疾病本身 我们跟大家讲过 胃病所出现的结果叫做什么呢 管中窥豹 因为当他出现了这种慢性炎症之后 他会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会带来着我们自己身体的整体性的功能下降 因为你的食物的消化能力会有改变 那么这个里边呢 他所谈到了胃的一个形象 一个样子 这个我们跟大家讲过 我们就不说了 来我们只看到这个胃的保护机制是什么 第一 我们的胃上皮细胞 一到三天就能全部更新一次 其实大家见到过 我们买到过这个猪肚 猪肚就是猪的胃 在清洗猪肚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特别难以清洗的是什么呢 猪肚上面的粘液 大家发现没有 所以很多厨师会教大家用干面粉去揉搓猪肚 利用面粉把上面的粘液洗下来 等等有很多方法 其实在人的胃上面也是有着足够的粘液的 因为粘液在水里边洗不掉 那么你叫用什么呢 用一些高碱的物质 用一些面粉的物质把它吸附掉 这其实就是我们人类保护自己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大家会发现来我们看这句话 一个健康的胃粘膜 它有着这么强大的一个保护机制 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被我们的伤害掉 来 最主要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生活当中 就是刚刚讲的 你们在生活里面会发现如何去洗猪肚 这样的一些洗猪肚的物质 就是能够伤害到我们胃粘膜的物质 比如说过热的食物 过于刺激的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就比如说你用一个开水去烫一下这个猪肚 你会发现这个猪肚马上就变硬了 这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硬化型反应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吃火锅 过于热的食物 过于辣的食物 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因为食物在胃里边 它都会有一定的停留性 我们简单一个理解 我们大家都可以做个实验 你买一个猪肚 你用酒 腌它30分钟 你在模拟了一个什么过程呢 你在模拟了 你把酒灌到你的胃里边 30分钟之后 你胃的一些变化 就是当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之后 你就会知道 原来你只能选择什么呢 就是对猪的毒 这些粘液 没有什么损伤的一个习惯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对于自身粘膜的一个真有真正有效的一个保护 好 如果说大家在这些时候 对它不重视 会发展是什么呢 粘膜萎缩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出现的 萎缩性胃炎 那么你因为你的开始胃粘膜 开始逐步逐步的萎缩了 那么我们吃东西越来越变少了 那么它出现了萎缩性胃炎 然后萎缩性胃炎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 因为你的胃萎缩了 你的肠 开始要成为一个消化的主体 就是我们的肠道 要想办法去替代胃的一些功能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叫做肠化生 就是你的胃酸 到了肠道里面来 肠上皮细胞 它承 承担了一定的胃上皮细胞的功能 大家知不知道人类的 我们胃是可以整体切除的 大家听到过这个故事吧 我们可以把胃切掉三分之一 切掉三分之二 这就是人为制造的一个萎缩性胃炎 把它胃变小 甚至还有一些人把胃整个切除 把胃整个切除之后 那么其实就是人造了一个肠化生反应 就是我们的肠道来替代胃 产生一定的消化功能 我们的肠上皮细胞变成了胃上皮细胞 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结果 就是一定会走向胃癌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说在这个里边的话 我们简单的看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胃酸反流是什么 是胃酸不足 大家一定要把认知改过来 不是胃酸过多 反流到你这里 而是什么呢 是你自己的胃酸过多 导致的自身的一个指挥失控 把它要理解了就可以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所谓的这种胃酸 它到了我们的肠子里边 你会不舒服 我们的胃酸到了我们的食管 也会不舒服 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因 好 烧心的原因 大家看到没有 下面这句话 一个黑体字 烧心是什么 烧心的本质是炎症 因为你的胃酸出现在了你的食管里边 你的食管会认为自己被威胁了 所以食管召唤了免疫部队来打仗 所以导致的慢性炎症 烧心的本质是炎症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所以如果以后谁再问你们 因为我们既是一个科普性的栏目 也是一个培训型的栏目 大家在这里边一定要把这些知识学到手 才能够服务你们的客户 才能够让大家知道 因为很多人的脑海当中 因为你作为一个老师来讲 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觉得烧心就要去吃药 烧心要抑制胃酸 那么你觉得 哎呀 我跟我的消费者能够达成一致 但是你会发现 因为方向的错误 永远不会有好的效果 来 我们在这里面能看到一个 那么奥美拉座也好 包括各种的这种雷贝拉座也好 这种治子凤治剂 那么他们的治疗疾病 也是靠着一定的消炎作用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你只要是使用这些药物 能够带来一点点的效果 但是最后来讲 会带来什么呢 营养吸收不良 容易被感染 肠道的菌群紊乱 引发肠漏 所以说任何药物 带给身体的 都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危害 还有一个 这样的一些药物 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 骨折肺炎 就是它会把这个慢性炎症 带到你的全身 包括心肌梗塞中风 那么长期服用的 这样的一些 奥美拉座等等的胃药 患胃癌的风险 要高8.4倍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 医生都是在给你们投毒 所以说调整自己身体的情况 好好的按照我们的理念去做 就可以了 好 后面我们就不说了 来 给大家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章 功效菌株 还有什么呢 亚麻子油 为什么能够抑制油门螺旋杆菌 大家我跟大家讲过 我们建议很多有胃病的人是什么呢 要选择喝一点点什么呢 喝一点点亚麻子油 在这篇文章之前 他还有一个文章 来 选择胃酸杀不死的功能菌株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和杜邦合作的一个核心原因 就是要让这个菌株成为胃酸杀不死的结构 那么针对胃病其实就这几个最主要的方式 一个亚麻子油 优质蛋白 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调节肠道菌群 改善炎症 修复粘膜 刚刚我们讲了粘膜的这种重要性 那么这个里边就谈到了 亚麻子油和功能菌株 如何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 好 这个里面我们也谈到了 第一个作用 就是粘副作用 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吃这个益生菌的时候 可以采取是什么呢 空腹的服用 在大家空腹的时候 那么用一点水把它放进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因为它能够到我们的这个胃壁的这个下边 这一点也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容易生存的地方 那么粘副在这里 这也就是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 第二 与幽门螺旋杆菌争夺有氧物质 就是益生菌越多 幽门螺旋杆菌就越少 还有这个里面也谈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包括我们所讲的调整这种破坏 幽门螺旋杆菌的环境 这个就是益生菌的一个作用 好 这个里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 亚麻 亚麻子油 我们为什么建议有幽门螺旋杆菌 或者说有胃病的人 要学会空腹喝亚麻子油 大家看到没有 很多人说喝了亚麻子油之后 胃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而这种不舒服 其实它就是对于我们的细胞膜的一种改变 那么亚麻酸主要的作用 就要破坏幽门螺旋杆菌的外膜和质膜 增加通透性 能够让它死亡 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理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是常年以亚麻子油为主要的脂肪来源 那么我跟大家讲过 亚麻酸主要的抗菌作用体现在细胞膜上 换句话讲 为什么新冠 为什么甲瘤这种病毒性感染 跟我没有关系 因为这样的一些病毒 它要什么呢 它是一个RNA病毒 它必须要进入到我的细胞膜之后 在我的细胞里边繁殖起来 它要抢夺我细胞的一些DNA结构 但是就是因为我的细胞膜和你们正常人不一样 因为我吃了很多年的亚麻子油 那么在这个环境之下 这个病毒就没有 我的细胞膜本身是具有抗菌作用的 它是没有办法让病毒穿越 所以这样的话会形成了一个新冠 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甲瘤等等 这种流行性的传染病 跟我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好我们再往下看 在这里边也谈到了亚麻酸 还有一个什么呢 激活什么的胃的各种功能信号 这个我们就不去伸讲了 来降低我们的炎症的一个重要作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有胃病的人要学会空腹去服用亚麻酸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在 来我看看这句话 在我们养胃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给大家强化的一个营养物质 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甜菜碱 因为甜菜碱的主要作用是 引发我们胃酸的分泌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也谈到了幽门螺旋杆菌 这样的一个菌株 我们只要是有了益生菌 我们只要是有了亚麻酸粉 还要避免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呢 首先第一个吸烟 还有高盐饮食 幽门螺旋杆菌并不是一个主要的疾病因素 我们大多如是事实上都有 但是幽门螺旋杆菌特别喜欢的是一个高盐环境 这里边也谈到了一句话 如果说 这个我们刚才讲过 因为所有的食物都会在胃里边 停留半个小时以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你在你的 你买了个猪肚 你在猪肚表面上涂抹上了盐 你把这个猪肚 或者说你拿块豆腐乳 放到这个猪肚里边 或者你把豆腐乳碾 涂在这个猪肚壁上 你放它半个小时 你看看这个猪肚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你就模拟了 你的食物里边含有高盐成分 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来这个里边我们看到一句话 高盐浓度会导致我们细胞壁的萎缩 屏障的破坏 我们在自然界就会发现 你在一块猪肉上面抹上了盐 这个猪肉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 出水 那么这个水哪来的 就是这个猪肉本身的细胞液 在慢慢慢慢的渗出 它的屏障被萎缩掉了 所以当我们吃了这种高盐的食物之后 也会导致我们的胃病 我们的胃粘膜 所以说让我们很多人胃粘膜被伤害的 其实是你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高盐食物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好 还有一个 高米饭摄入量 这是大家可能第一次听到 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大量吃的这些米饭 会刺激我们的胃粘膜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糖结构 带来的粘膜炎症反应 所以大家要知道 高米饭摄入量和胃癌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不让你们吃精米白面 不让你们吃面条 不让你们喝粥 大家一定要听话 学会了以五股杂粮为主 中国人的历史当中 我们吃的米饭都是糙米 我们只有在这几十年才开始吃精米 学会回归到老祖宗的那个吃法 以糙米为主 好 在这里面来 我们在这里面又谈到了一句话 叫做抗氧化剂 包括β胡萝卜素等等的 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调整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抗氧化的含量 那么中和活性氧 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 尤其是老年人要多吃一些AKG 多吃一些水飞剂 多吃一些SPD PQQ 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原因 这个里边也不断的谈到了 什么微生物介质等等的 这一颗系列我们就不太给大家讲了 饮食方面也给大家谈到了一些基础的建议 比如说西兰花 在这里边的话 它谈到的是西兰花芽 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用了西兰花的提取物 其实我们所谓的提取物就是用的这个萝卜硫素 把它的萝卜硫素从西兰花当中提取出来 因为在我们的这两款的进口产品当中 萝卜硫素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 都是从西兰花当中的做了一些提取 主要的目的呢 依然是为了我们自身能够控制我们幽门螺旋感情的定质啊 等等的给我们身体提供一个抗氧化的机制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的一些什么呢 包括蔓越莓 包括姜果 这个也都是我们长期性的给大家讲到过的 除了这样的一些食物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呢 多不饱和脂肪酸 多不饱和脂肪酸呢 这里边也谈到了 就是欧米克三跟欧米克六的联合使用问题 那么在这个里边如何把欧米克三的比例提升 那么这里边也谈到了 欧米克三化合物降低了油门螺旋感菌 在50%的小鼠之上的定质能力 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要养成改变我们的用油的习惯 这个里边也谈到了什么人参的作用 甚至包括姜黄酥的作用 这都是我们日常绿茶的作用 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建议大家常年去吃的一些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 其实在很多时候的话 给大家看这样的一个文章吧 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 也谈到了我们该如何养胃 这是我们最后面的一个文章 把这个文章给大家讲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 跟大家做一些互动 在这个里边的话 年度十大的这个疾病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胃病 这个文章其实我们主要显给大家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观点呢 就是如何测试你的胃酸是多是少 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胃酸少 都是认为自己胃酸多 来 这是一个表格 但是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 大家对于表格可能不太信任 跟你们说 我肯定不是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属于无知 但又很降的一个状态 所以很多人的这个身体状态 我们也爱莫能处 就是我们知道道理 我们只能去照顾那些相信我们的人 你看这个里边明确统计 60岁以上的人 75%存在着胃酸过少 就大多数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它这里边总结了几个症状 胃酸过少的时候是什么症状呢 矮气 这个就是我们负账 还有呢这个保障感 还有呢挫疮 还有指甲剥离 直肠边搔痒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包括这都是胃酸过少 还有呢多种食物的过敏 在这个里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个检测方法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在家里面呢买一克小苏达 或者说呢买这个用点直接用点苏达水 那么它这个测定是什么 叫做苏达水测定法 给大家看看这样一个内容 如果说你喝了一个苏达水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容 苏达水的测定 大家可以学一下 你呢就是也没有这么复杂 你买点空腹的时候呢 买点苏达水喝 你把这个苏达水喝下去之后 如果你马上就打嗝 两到三分钟你就打嗝 这是你胃酸正常的表现 如果说你三到五分钟打嗝 你就是胃酸太少 你如果说是什么呢 超过五分钟 你都不打嗝 那么就证明你的胃酸太低了 它的方法是什么呢 一克苏达水和一百毫升的温水 就是一点点的苏达水 加点温水 我们喝下去来看看自己的这个打嗝的水平 就是一克小苏达 一克他不是一克苏达水 他写错了 一克小苏达和一百毫升的水 调整在一起 我们空腹喝下去 两分钟到三分钟你打嗝了 你的胃酸是正常的 三到五分钟就是太少 这个就是胃酸的一个标准测试 大家在家里可以做一下 就是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那么在这个里边也谈到了 我们的小肠的发酵 小肠的细菌发酵 把这口气顶上来啊 等等的一些诸多问题 来这个里边我们所谈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自身来讲的话 我们的食管上皮细胞是耐强酸的 所以说我们出现了这种烧心的反应 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的食管表面出现了损伤 这也是一个因为慢性炎症 你的食管表面发炎了 它接触到了胃酸才会疼 是这样一个问题 明白吗 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我们是因为出现了食管炎的症状 你才会出现反酸这样的一个诸多的类型 所以说在这里面又谈到了一句话 该不该用这些药物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整个的营养界 非常反对的大家用这种药物去治疗疾病 来大家会发现初期是有效的 但是一旦时间长了之后 会导致什么样的危害 来大家看到这里面 刚刚的文章里面也谈到了 导致我们的营养不良 我们跟大家讲过一句话 我们为什么会让自己的蛋白质不要喝牛奶 我们要去吃什么呢 我为什么会把蛋白粉用干粉的形式 拌在饭里面去吃 看到没有 我们的蛋白质能不能对身体有益 很重要的是一条服用方法的问题 如果说你的蛋白质直接进入到你的肠道 它就会非常快速的 没有经过分解被你吸收进去 如果说你的蛋白质 就是我们所谓的小麦蛋白 在大自然当中经过了深度的发酵 变成了馒头 变成了深发酵的 真正发酵的 不是这种揉空气的假发酵 那么它对你的身体就没有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德国人要去吃什么外婆做的面包 要真正的发酵 而我们把这种蛋白质用杂粮的形态 用蛋白粉的形态搅拌在一起 让它在胃里边停留的时间长一点点 那么让我们的胃蛋白酶 能够彻底的把这些食物分解掉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遇到了蛋白质一定要吃发酵的 要去吃慢蛋白 让它在肠道里边的停留时间更长一点 还有在这里边也谈到了一些其他物质的吸收 胃酸还有一个作用 刚刚我们讲了一些 比如说一些沙门市井 如果进入到了肠道 会造成我们的诸多疾病 而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沙面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胃酸里面被杀死的 就是这些食物在胃酸当中 胃酸我们通过呼吸 很多人为什么会出现 我们叫胃肠感冒 就是肠胃道的病毒影响 就是因为我们资深的胃酸不够 那么这些病毒通过我们的呼吸 进入到了我们的胃 然后在胃里边胃酸太少 没有被杀死 进入到了我们的肠道 所以出现了我们的什么 诺乳病毒等等的病毒 因为我们的肠道就两个开口 一个是从肛门进去 一个是从呼吸道进去 那么肛门是不太可能向上 进入到肠道的 人类没有这样一个机制 那么我们通过呼吸道 通过这个食物进去的话 它有一个主要的防护的地方 就是胃酸 所以胃酸是多一点好 要记住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说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当刚刚的文章里 里面也说了 来我们的胃酸在什么时候 我们的胃酸在这个里面的话 胃酸在一到三的时候 病毒在胃酸里面停留的时间 不会超过15分钟 也就是说胃酸是能够把病毒杀死的 但是我们吃了一些药物 那么我们的胃酸质变成碱性了 就变成了弱酸了 那么病毒就容易在胃酸里面存活了 所以说我们日常的很多人出现的 这个病毒的这种肠道性疾病 都是因为胃酸不够酸而带来的结果 这里面也谈到了一些诸多的问题 还有一些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如何改变我们自身的饮食习惯 其实在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首先谈到了一个观点 那么会让我们的食物 造成的一些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那么在胃酸不足的时候 容易导致胀气 所以大家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吃的玉米啊 吃的很多的这种食物啊 正是因为它的含糖量过高 导致了我们的胀气的情况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要干的是什么呢 在食物当中增加优质的蛋白 就像我一样把饭和蛋白粉拌在一起 因为这是一个良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还有一个是什么 刚刚讲到了修复粘膜 修复粘膜的当中 也提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 一些是什么呢 避免重加工食物 还有精致碳水 要多吃什么呢 含有Omega3脂肪酸的食物 海鱼亚麻子油等等 还有也谈到了这种退黑素的一些作用 也就是说通过一些抗氧化剂的一些使用 那么好 在这个里边 也谈到了退黑素 从哪里来的 第一个大脑松果体的分泌的 还有一个肠道什么呢 肠道是个细胞合成的 也就是说我们夜间血清素的量 是白天的多少 10到15倍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夜晚空腹 让你的肠道 好好的合成退黑素 你就不用去补充它 你也就能够夜晚睡得比较安稳 刚刚一句话 提高胃酸分泌 提高胃酸分泌的时候 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盐酸甜菜碱 也就是说我们建议大家 学 那个俄罗斯人的习惯 在每天的饭前喝甜菜汤 或者说大家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养胃知识之后 你们再回头 看我的这一餐 这一餐 是不是非常符合 维生素餐 也非常符合什么呢 养胃餐 我这里边有汤里边 有着两勺甜菜粉 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甜菜碱富含的汤 我先把这个汤吃掉之后 然后我这里边没有精米白面 是杂粮饭 我的杂粮饭里边有什么呢 有亚麻子粉 我的汤里边有亚麻子油 我这边还有蛋白粉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那么我这边还有醋泡浆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维生素等等的 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物质 那么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理解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的一餐 那么除了这个正餐之外 我还会补充AKG 水飞剂 几乎就是我们的所有产品 我都在用 这都是我自己在用的一些东西 那么在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的胃不会出问题 我们的细胞营养不会出问题 我们像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等等 这就是一个完全可以通过 生活方式的改变 把你身体的所有疾病 共同去解决的 这是所有的疾病治疗里面 性价比最高的 我们只做一件事 解决了所有的慢性疾病的问题 好吧 我们今天上午就跟大家分享这么一点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